好了,講到已經很乾了,要喝一口水 那麼,第十一場,二班千二米 KING的工作,早上早餐咬著,也要跟大家說 不然你們看不到一些最快的消息 即是我們公司品成全港最快的提示 下午,12點,1點出門 報紙還未可以買貼士,是否中美那件事 但起碼你讀者可以先看到我的貼士 好了,講回正題,二班千二米 那麼,這場馬其實呢 很多很厲害的馬集中在一起 是一場很好看的賽事 但是,好看後面那句就是不要買 那麼,真的不要買了 這場賽事是精英賽 好像來英超、西甲、二甲、德甲 這場是歐聯 為什麼這樣說呢 直路賽專家新強勇章 精算風暴 赤兔部居神經都 加州議長級數最高 崩雷狀態最好 八星龍也有級數 經濟勇士上場贏馬 歷奇先鋒上場贏馬 再數下去,一片國民油 頑皮少少 團結精神上場贏馬 翡翠劇院應該在減分 范哥兒這隻也是冷殺手 兼斷浪上場跑得不差 加州神戰有一檔 喂,這場馬能怎樣賭 但是如果你量到這些場合去撐中Q 其實我自己覺得 那個回報是會幾好 但是這場馬呢 真的有點雲 我自己這樣說 我們進去看看 歷奇先鋒 歷奇先鋒上場 其實贏團結精神贏得很漂亮 但是他這次休息期休息了一個多月 其實這隻馬呢 正路應該做膽 第一,他現在還是輕磅 第二,他上場的慢步速 只有他一直追上來 我們看看他直路的時候 那麼多紅利走三碟那場 步速很慢 團結精神就貼難 那麼我承認那個場地受影響 看看星期日會不會也跑這些鬆軟地 現在直路的時候大家鬥懶 那你見到了 外面說得事就收工 噴火龍 噴火龍是一隻很強後勁的賣 你現在看到直路改變名次有什麼呢 沒有啊 一是收工 那邊最多名次 越贏越遠的 贏到收薑 噴火龍都不夠他衝 所以歷奇先鋒這次上班 排四檔 我自己覺得 他雖然是這個評分的新高 但是他狀態好 今季跑得不算很多場 以及今場什麼磅位 是輕過上場差不多8磅 這個檔位也合適 用何宅堯 我想這些馬都有五六倍左右 埋滿絲襲也都非常輕鬆 那你見到歷奇先鋒也是很 即是被戰功夫非常充足 賣滿又上重快又試一閘 那隻馬好像又重新了 你見到前空很發達 那拍著外面那隻 亦都是按著姜誠很輕鬆 那隻叫銅樂日 OK 那 二班千二 看看這場 如果我一注WINPAY 就介紹歷奇先鋒 那腳你們自己想一下 我自己是投降的 我自己即是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就應該不想的 即是十四那些田太安那些 即是我不太相信 即是跑法比較單純 二班團結精神應該不夠跑 那看一下 就是賓雷、競技勇士 精選風暴那些 看看哪一隻 那麼 第十一場 二班千二 歷奇先鋒造膽 腳拖 加州議長精選風暴 以及這隻的競技勇士